竹南一家意大利面餐厅的老板 将西方的料理结合东方口味 同时熬制特殊的酱料 搭配丰富天然的食材 设计许多创意意识佳肴 其中包括纯鲜奶熬煮的鲜奶起司锅 甚至还有泡菜口味的意大利面 口味如何呢 透过镜头带你一块品尝 奶油、茄汁、青酱色彩鲜艳的意大利面 搭配丰盛的食材 还有使用纯鲜奶熬煮的鲜奶起司锅 浓醇口感与新鲜配料 令人食指大动 竹南一家意大利面房老板 跑遍大江南北 品尝过鼠不清的意大利面后 运用创意巧思 将西方口味与东方结合 研发独门酱料 打造创意意面料理 令品尝过的民众相当惊艳 难以忘怀 研发做泡菜 因为台湾爱吃泡菜和黑胡椒 所以我这个起源做黑胡椒跟泡菜 这样子 所以就像说用西方的东西 来做台式的酱料 让他们选择性多 他们的面 蛮Q的 配泡菜 第一次吃过这种样子 这个是像 意大利面竟然还有泡菜 泡菜式的 他们的口感 而且他们的料 他们的料蛮实在的 蛮多的 除了口感独特外 也兼顾到吃素的民众 突破以往只有单一口味的 素意大利面 制作出白酱 青酱的素食意大利面 让吃素的香清也有多种口味 可以选择 我采用新鲜的香菇 去熬做高汤底 香菇汤底 然后去做 他们所有的番茄 可是看 素的有没有吃红酒 因为我其次都有加红酒 他们也喜欢吃红酒 那就加红酒味道 这种很久的香气 然后奶油的话是奶素才能吃 纯素不能吃 然后青酱是 青酱是他们有做 有别的加蒜头去调味什么 可是我青酱是纯粹的青酱 所以我吃素的可以吃 所以我就这样讲 我把它做成素食 素的他们可以选择性更多 因为我很喜欢吃意大利面 可是因为我是吃素 所以说素食意大利面 吃到好吃的真的很少 对我是刚好有一次经过 然后来这边吃就觉得 好吃耶 所以我就之后就常来 店内除了意大利面外 小披萨与焗烤炖饭 也深受民众欢迎 老板积极研发菜色 最新推出 运用花椒制成的 麻辣肉酱意大利面 希望让乡亲 品尝到口感丰富 又兼具健康的菜肴 大苗栗新闻 徐明文 陈彩平 朱南 菜访报导